洗头研究所真用侦测真点评 深华寇的护发精油 护发精油玩家应该都不陌生 之前我也讲过它的这款精致润氧护发精油 从去年底开始 深华寇开始重推它的新款的银翠柔顺精油 也叫如光小方瓶 但它的价格比这个精致差不多贵了一倍 那到底是换汤不换药呢 还是确有真材实料 今天我把深华寇另外一款 八精纯银润精油喷雾也找过来 三款放在一起测评 这三款你用过哪个吗 可以在公屏上回应一下 先来对比一下这两个 如光小方瓶它的宣传中是说 加了14种植物精油 这个精致润氧是说加了8种植物精油 但是这些都是排在后面的辅料 有几种并不重要 我们看排在前面的成分 小方瓶比精致最大的区别 是增加了这两个成分 那后面的这个成分 在护发精油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这两个成分组合在一起 就是它宣传的Saturn Black技术 这个是国际原料巨头陶氏在推的一种原料 它的全称是这个 据说能够赋予产品如丝绸断面般的感觉 让发丝顺滑的同时不扁塌 先在手背上对比一下 小方瓶的清爽度略高于精致 我们看肤感不要看颜色 颜色和浓度是毫无关系的 另外我说过呢 香型是护发精油的核心指标 这个柔光小方瓶的香型呢 在世华客的这个产品里面 终于有一点突破 终于不再是那种浓厚富裕的那种大众香型呢 闻起来是更加的清新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款八金醇银润精油喷雾 这个的主成分呢 是一石二丸 是一种轻盈的挥发性油脂 所以从成分上说呢 它其实跟前面这两个 是完全不同的产品 我不用它的喷雾嘴 自己用吸管吸出等量的精油 咱们对比一下它和小方瓶 首先呢 它的液体非常稀 肤感明显要比小方瓶更加轻薄 香型上和前面说的那个精致差别不大 好 开始上头实战 从结果看 如果油润度满分是十分 我给精致润氧打八分 柔光小方瓶七分 八金醇喷雾五分 所以八金醇喷雾呢 它只适合这个发丝不怎么毛躁的 或者护霸精油的入门玩家用 对于重度玩家 或者发尾毛躁的 拿出来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那就是小方瓶和精致 而这两款之间呢 小方瓶虽然贵了几十块 但是它比精致略微降低了油润度 更吻合当下这种使用感 走向轻盈的趋势 香味也更高级 而且这次新的包装 我感觉也是很有诚意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我是更推荐柔光小方瓶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我感觉到这种能量的趋势